杭州 我想一下来看一看你们 杭帮菜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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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睡醒 哎呦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我才能拔出来 这个冰箱 哈喽朋友们 我今天要去杭州 你们在看到这个Vlog的时候 应该知道我去杭州是干嘛的 就是参加阿里他们那边有一个活动 跟一席联合的一个演讲活动吧 然后顺便去阿里看一看转一转玩一玩 我现在已经迟到了 就是已经快要10点半了 但是我的车票是12点的 我可能会在路上改签 为什么会迟到呢 因为就是我今天早上去健身房 七点多的时候去健身房练了一个被 就离谱 OK 拜拜 赶紧走 去杭州的第一站就是咖啡馆 我被很多人安立了自动窝洗这家咖啡馆 听说是杭州就是排名前三的那种吧 但是我去的时候感觉并不是很好喝 可能点的不太好 就没有传说中那么好喝 幸好值有点高了 而且那天我不是一院去的 所以就没有跟咖啡师还有店员有什么交流 我是跟几个网友面积了 这是我第一次 这二八成的跟这么多粉丝 约着见面 确实有点点小紧张 我生生的粉丝 我想一下靠一靠你们 一玩问 你们觉得我跟视频里面差别大吗 不大 真不大 肯定是一个黑带家 肯定要入的呀 我们要去西湖 粉丝代表好吗 可以可以 我们又在线下了 在后面证明就是那一下午 包括一个晚上都非常的快乐 非常的满足 我已经在开始子了 好 现在我们的镜子正在优雅的戴上她的手套 实况转播 我传一下这个月饼好不好 好她优雅的咬她的第一小口 露出来很奇妙的表情 我感觉这个热的会好吃一些 冷的话真的有点甜 有点甜 咸 那是 好 我们到了这里 然后打个卡 你们要拍个 要进来吗 你好自决呀 给我的上镜拿走了 嗨大家 嗨 后面还有一个人 后面还有一个 给你logo的脸 太欢乐了 拍拍拍你们俩 拍拍你们俩 哇还是很好看的 今天下午真的是又晒又累 我们本来是想坐船游鱼游戏湖 但是那个工作人员跟我们说 他只负责把我们送过去 他不负责把我们带回来 所以我们就放弃了 因为我们下一站还要去吃杭帮菜 这个怎么做呀 但是我们在吃饭之前就去逛了街 就是逛了杭州最繁华的那个地方 湖滨 然后里面的一个小店 这是什么 这是这里面要装水的 对这应该装水的 这个杯子好看 而且它是抹杀的 就是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吃的喝的用的玩的都有 还挺好逛的 好多好多吃的东西 这个鱼瓜酒我中口很久了 说很好喝这个味道 这好漂亮呀 酸奶酒 这还有各种各样的就是星座 奢索座是这种 叫什么长相思 这个应该不至于吧 这是奶油味七水 嗯 很好喝的呀 就是感觉相思 就是冰水 那个叫什么呀 酸奶味的棒冰 哦那个就是冰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要去吃杭邦菜 到了 我说的好想 等位 好累啊 吃了这家杭邦菜 它叫福联居 一定要去提前排队 人实在是太多了 那天我们排了半个小时 然后后面又来了另外一个小伙伴 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位 新加入的 西红牛肉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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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游灵鸡 确实菜很好吃 就是你按照大众点评的前几名点的话 都不会出错 尤其是那个猪大肠 它是炸出来的 我平时一个无法接受肠子的味道的人 就觉得那个很好吃 所以如果你在杭州的话 你就可以去尝一尝 我在等车 去酒店 让我看到我的车了 看我的小型的样子 还是可以的 就是很商务的这种单间 我要在这边住两晚上 没有风景 还有个浴缸 不行我干净西红睡了 朋友们 我有一个很严重的事情要 就是发生了 就是我的粉饼 我今天打开之后 可能是昨天过于奔波吧 我一直放包里面 然后刚刚我打开之后 它就变成了 它就这样子了 我现在只能把它翻过去 就是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 那样子吗 这不是浪费了很多很多吗 天呐 杭州 我好心疼呀 希望阿里可以报销一下 今天就好好的带大家玩一玩 虽然那个破粉饼 它有一点点影响我的心情 但我还是很开心 很激动 因为能去阿里远区参观 然后还能去参加一席的活动 很多很多阿里做的工艺 像我之前确实没有了解过这方面 然后他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设计 就是他们给一年 来一年的同学们 会发一枚徽章 叫做一年香 来三年的同学 就有一个吊坠叫三年唇 然后买了五年 就有一对戒指叫五年成 我不知道我的粉丝里面 有没有阿里的同学 你们现在到哪个阶段了 可能投钱你的阶段吗 然后我们就去了 期待已久的阿里食堂 健身材 对 为了准备 大家就可以来定制一些小吃的鸡肉 和鸡肉 你们真的很多很多好吃的 阿里我还认识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看的up主 他真的好好看呀 我出现在了你们的镜头里 没事 嗨 你好漂亮呀 谢谢 我应该说 你也好漂亮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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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点了一个拌粉 还有一个烤包子 但是我端上桌子 我发现人家点 都是剪纸餐 还有水果 后面我们就是个阿里健身房 哇 那个健身房真的是很棒 就是气息多 然后人也多 感觉大家还是很热爱运动 而且竟然有时间运动 说明工作强度还是可以的 在后面我们就去玩了游戏 看房子 而且在阿里食堂 现在还可以吃到文和友 逛了阿里园区里面的很多绿植呀 还有小湖呀 甚至还有花园 哇 我觉得真的是贤情雅致 小菜园里面有茄子 番茄就是员工可以随便的采摘 而且他们园区里面有个地方 专门收留流浪狗 里面有好多好多可爱的狗狗 听说这些狗是疫情的时候跑过来了 然后阿里员工就把他们收留起来了 每天给他们喂食 再后面我们就回到了 那天最最最最最隆重的地方 就是一席的演讲 很nice 我们来了这个 一席的演讲 演唱 说不说可以讲不讲 说完了 你要说什么的话 我是公主老曹 我左边坐了一对情侣 然后我的右边也是一对情侣 中间夹着一个单身狗 就说每次都是这样子很难受 我的家号叫潘崎九 潘崎九 对 对对 然后他的叫乐洪杰 他是做美式的 好累我回来了 拍的家 刚刚点了一个外卖 就是因为实在太累了 而且还有事情没有弄完 所以就 所以就不出去玩 然后订了一个垃圾食品 订了一个炸的东西 我想便吃饭杯跟大家说一说 今天参加那个一席活动的一些感想吗 观后感吗 也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反正一席这个平台 如果你们吃我的毛粉的话 应该知道 会知道我很早之前就已经安利 给你们安利过他们 然后这次能够来现场 而且是被邀请来的 那我就很开心 虽然说我不是上台去演讲的那个人 但是我希望 我相信有朝一日我可以 可以成为上台的那个人 今天这个活动是 讲了一些淘宝卖家的故事 有各种各样的淘宝卖家 然后他们每个人的故事 都非常有温度 就会感觉很感人 有一些 就是身体上可能有一些障碍的人 然后他们经历了 比我们正常人更多的 磨难和不公 但他们最后还通过淘宝这个平台 就是找到了自己生活的希望 他们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也有一些人是听别人的故事 然后帮别人写信 然后也有一些手艺人 还有一些热爱植物的 还有一些天马行空的艺术家 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热爱 并且就是一点点的去实现了他们 虽然说他们现在做的不大 但是他们至少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很感人 很值得钦佩 所以这次来的还是很值得 然后还有酒 一极致的我带了一个折叠杯 我还喜欢用酒店的杯子喝东西 昨天那个小可爱 他去那个店里买的 结果他忘记带走了 所以就我去他喝完 OK 我来看个电视 还有这样 我好亏啊 我刚睡了一个睡到了8点多 所以我回来原计划是8点去健身房的 因为我今天看了一下他这个酒店的健身器材什么的 还比较全 而且我自己也戴了健身的衣服 裤子和运动内衣啥的 就是准备去运动的 老师好困呀 没有睡醒 就很想继续睡 但是挣扎了一下 还是去吧 因为今天就太累了 所以可能需要去调节一下 用运动调节一下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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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家我回来了 其实我还没有做完呢 还有一两组 他们是练准时关的 所以我就只能回来拉伤了 我说过我现在那句话 我现在说他们那个器械很全 一点都不全 什么都没有 他没有杠铃 所以我就没办法做臀推 然后也没有其他练臀的器械 哎但今天的训练料还是够的 还是够的 哈喽大家 今天是第二天了 嗯快到了11点了 我今天上午在剪视频 就是在剪我的第65期Vlog吧 但是我不知道相对这期视频来说 它是上上期视频还是上上期 或者是上上上期视频 因为我不知道这期视频什么时候 才能发出来 然后我就是还有大概四五个小时 我在想我接下来要去哪里 我刚看了下小红书的公寓 我发现我好多好多地方都没有去 然后好多好吃的都没有吃到 就连续吃了两天的那个酒店自作早餐 还有一顿外卖 还有一顿阿里食堂 我就没有吃到杭州的美食 这期就不能算是一个旅游Vlog吧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旅游 只有第一天吃的那个杭帮菜还挺好吃的 想去一家咖啡馆或者是一家书店 然后路上看看有什么特色的东西 拜拜 我今天穿了一个衬衫 然后一个短裤 然后这个短裤好 这我也刚刚在床上坐着 然后还有一个这样的项链 我挺喜欢这个项链的 它就是这种金属的质感会重一些 我刚刚打车来到了这里 我觉得真好贴呀 好艰难啊 我刚刚找了很长时间 它就给你计算器 它现在没有 就给人拖上去 这个静止的东西 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什么这个样子 嗯 哈喽大家我回来了 啊我的天 允许我平复一下 哈喽 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的妆容 其实还掉的不是很厉害耶 我完全没有补妆 因为我的粉柄被我弄坏了 今天早上上的妆 现在已经8点多了 差不多10个小时了吧 用的是兰扣的那个持妆粉底液 因为我觉得它的小样 所以我就带过去了 结果我发现它这个妆效 还真的是很OK 持妆效果也真的很好 非常的适合 会有皮夏天用 我今天下午 我今天从图书馆 不是我今天从书店出来之后 就去了那家咖啡馆 就那家还是蛮出名 然后性价值特别特别高的 一家咖啡馆 叫沙仙咖啡 它的英文名是叫Section Coffee 我问老板 不是老板 就是咖啡师他们为什么叫沙仙咖啡 他们说是从Section Coffee 英语过来的 Section 沙仙 Section 沙仙 Section 沙仙 我觉得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英语过来的 然后当时在他们家买了一个豆子 他们的logo 他们的logo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绿杯和绿壶 然后倒过来 就是倒过来的沙仙的线子 所以还是有一点点的那个含义的 我今天在他们那边大概从2点多 还是多长时间待到了4点多 就差不多聊了两个小时 喝了三杯咖啡 先喝了一杯手冲 那个手冲真的是很好很好喝 然后我就买了那个豆子 这个豆子是哥伦比亚天堂庄园产区的一款豆子 就真的它的荔枝风味特别特别的重 我第一次喝到荔枝风味的咖啡 所以就就心动了 买回来了 然后我还喝了他们家的那个奶咖叫段迪吧 虽然就是如果你上小红书还是哪里的话 他们家奶咖应该是被别人推荐的更最多的 但我觉得还是手冲要好喝一些 那个咖啡师他也比较推荐手冲 可能是因为奶咖比较符合大众的口味吧 所以就非常非常的旺红和畅销 后面他请我喝了一杯 一家雪飞的那个豆子 但我还觉得这个荔枝风味的要好喝一些 我本来还想去他隔队那家的 但是实在是喝的太上头了 已经不行了 有点有点上头 连续喝了三杯 而且不像上次去苏州 上次去苏州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奔着喝的 这次是我一个人喝 就真的喝到那种心跳加快 然后手在抖就不能再喝了 然后我就去那个他隔壁的那家吃了肉夹馍 那个肉夹馍真的是 是咖啡师推荐给我的肉夹馍 肉夹馍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肉夹馍 就非常非常的酥非常非常的脆 但是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 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肉夹馍 我绝对是没有之一 然后今天买了这个书 就是我说我想买的这个书 还有一个是一个书签 这个书签 不能知道书签 应该是叫书夹吧 就是它是那种夹着的 我就想送给夏天的 因为他要搬家了 他马上就要离开我了 所以想带点纪念品给他 这次去杭州 我也不知道这段废话会不会剪进来 因为我又废话了很长很长时间 这本来我的时长是10分钟以内的这期视频 但是由于我的最后这一段结束语 直接飙到20分钟的时长 OK 我应该想说的都说了吧 如果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话 我可能在剪视频的时候还会过来补充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就给我一期视频的话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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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